卢州警方于27日16时许 见一名男子走进派出所报案 称其账户招人盗用 欲提出诈欺告诉 值班员警发现该男子眼熟 并通知其他同仁协助辨识 发现该员即为近日机车避震器窃盗之窃前 后又于其车厢内发现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窃盗等罪 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警方呼吁吸毒害人害己 切勿因一时好奇尝试毒品 以免悔恨终身造成不可挽回之遗憾